金丝雄这种小型的镊尸雷动物 它对于人是有一定适应能力的 但它并不是特别认识主人 它对于人的主要一个反馈 就是它熟悉你的气味 所以说金丝雄本质上它是不认识主人的 它只是对你的一些动作或者一些气味是感到熟悉的 从而造成了一种它认识你的一个错觉 本身金丝雄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小动物 它对于这种常见的条件反射 是可以快速适应的 并且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好的饲养体验 总的来说金丝雄饲养起来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它主要是一种杂食动物 以一些乌骨扎凉面包虫 或者一些其他的小型的哺乳动物为食 所以说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中 尽量选择一些食物面比较广的一些食物 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些它比较爱吃偏爱的东西 去做一个训练 这样可以很快的帮助你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的渠道 获得一个更好的饲养体验